大家好,夏天到了 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道我经常会做的夏天的凉菜 就是糟虾 糟呢,在上海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会做 特别是我奶奶 糟虾,糟鸡蒸,糟毛豆 是一道非常清爽下口的凉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试试看吧 所以今天去Costco买了一大盆 一大盒的那个虾,个个都很大很肥 你看都非常的壮 然后我都已经洗过了 接下来最主要的呢 就是要把它的大肠 它的那个肚子里的东西挑出来 所以我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你是怎么可以把它的那个肠子挑出来 很简单,只需要一个牙签 然后呢旁边准备一张那个paper towel 就是你随时可以擦的东西 然后就这样 就是在它的头部 就可以把这个挑出来 其实应该是在它的背这儿 在它的背这儿 你看可不可以就把这个 你看一下就把这个所有的垃圾都挑出来了 然后呢就直接我就会这样 那基本上就在中间这个部位 你看手一按一拉 就能拉出来 好了,所有的虾都清洗干净了 那我们就开始煮吧 好,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点姜和葱 就随便切一点姜和葱备用 等一下我们煮虾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切断就可以了 放下去一起煮 嗯,好,就准备这些都可以了 再加锅水 然后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葱和姜放进去 然后稍微放一点点油盐 让它有一点点底味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让水开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虾放下去了 我们可以煮各煮各把事先准备好的虾放下去了 好多哦 记得这个虾不需要煮很久 煮个三四分钟变红了就可以了 好,我们盖上锅干 让它煮一会儿 好,趁这个虾在煮的时候呢 我们去接一盆凉水放在旁边 等虾煮完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虾放入凉水里边 让它解冻 不是解冻 让它快速的降温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虾 差不多了 喝一点辣酒 喝一点辣酒 最主要是让它有一点香气 把虾芯提下来 就是用筷子比较好 拨动一下 让它受热均匀 关火 然后尽快地把它放到冷水里 凉一下 或者你可以用水冷水冲一下也可以 这样可以快速降温 这样可以快速降温 好,我装了冷水不够 然后就用凉水直接里边冲一冲 用凉水冲一冲 让它凉得快一点 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放在糟炉里面糟了 这些虾都凉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准备了两个玻璃缸 最好是这种玻璃器皿 今天实在做太多了 所以我可能需要两个缸 然后把这些虾都放进去 不知道能不能盖得住太多了 这次做的 这么多的了 最好是什么 但是大家要加密码 这个品牌 这个用来很快的 就要是要找到 直接摸出 或是需要更快的 接下来 再打开 对 希望能放得下的,另外一个也放一点 大加的加不住 一瓶 不知道够不够 实在不够呢你可以勤快一点把它翻翻身 腌制的时间长一点容易入味 哎呦好像差不多哎 刚刚好 这种糟炉是上海的糟炉一般在北美的华人超市都会有买 好了最精华的时刻到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糟炉倒上去就可以了 希望它能够够吧 实在不够我只能翻一下身经常翻一下身 这边也要鼓励哦 好像真的不够哎 那真的是 两边 尽量翻一下身 哎应该买两瓶 哇好香啊 嗯接下来呢就 冷藏放冰箱 蜜蜂 嗯 嗯 像这种譬如说那个汁不太多的时候 你就尽量把它翻一下身 让它全部都能够 浸到 好了放冰箱隔夜最好两个小时之后也能吃 但是估计没有那么入味 等明天就可以吃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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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